都有人來支持戴耀平洋 有人來支持戴耀平洋 我覺得我真正的罪名 並非是林鄭所說的鼓吹港獨 我真正的罪名我覺得是 我是叫大家去想想未來是怎樣 現在你看到在習近平修憲之後 要永續主席的主旋律下面 他要的不單止你不可以反對這個中共的政權 你還要是支持這個中共統治要永續 是要我們連去想想未來有什麼可能性都不可以 這個就是現在中共在香港想要做的事情 有些人說戴耀平你做什麼踩人家的紅線 你是不是去挑釁它 我只可以這樣說 那條紅線在哪裡呢 以前在香港我們是可以講港獨的 沒有問題 但是他畫了條紅線 沒有得參選 好了 有些朋友是說 在將來我們有機會 會搞一個的自決公投 而港獨是可以是選項之一 跟著條紅線又一畫 現在他們不可以參選 到現在就是說 我們討論一下 可不可以加那個選項下去 這樣呢 現在很清楚 他又畫了條紅線了 那我就沒有計劃去參選 那當然我就不需要擔心這件事 但是可能我覺得他也是他的目標 就是想透過不斷的畫紅線 來去分化香港人 所以今天高興見到 就是大家都不介意 跟我一起在這裏出現 我自己是不會作為這條紅線 不知道哪裏來 什麼時候畫的紅線 而去改變我的觀點 我的立場 我仍然都會繼續 講我自己認為是對的東西 但是我知道 在香港現在 世界越來越艱難 已經很難 是不自訴門前說 也都很難呢 不去明哲保身 或者很難呢 不去助就違約的了 但是我相信在這裏 各位 都應該會跟我一樣 不會自畫紅線的 是吧 是 我估計呢 打壓 會越來越厲害 會越來越厲害 頂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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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頂住 頂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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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仍然是 有希望的 我記得 劉曉波一起寫過 他就說 他相信 人性是追求自由的 所以 中國 裏面 一定都會見到 民主憲政 聖經也都有一句說話 他就說 人活著 不是 單靠 食物 因為我們不僅是 要有 那些大白杖工程 不僅是 要有 GDP的增長 因為 人活著 不僅是 為著 這些物質的東西 從人性的角度 我仍然是 相信 有一天 一定會見到 一個民主的社會 在香港 和在中國 沒有領袖不死 沒有政權不堵 沒有政權不堵 沒有制度不堅 沒有制度不堅 這個是歷史的規律 這個就是我們的希望 我之前提出了 香港的民主運動 我們需要重新定位 為一個反專制的運動 因為我們知道 在短期內 我們未必可以爭取到 建立到一個 真正的民主制度 但是我們要用 爭取民主的行動 來去反專制 頂住他 頂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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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是說 搞什麼 組織牛擊隊去反專制 我們是用 民主運動 來去反專制 民主運動 其中一很重要的 就是透過選舉 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 我們要做好準備 按住我所得的資料 民主動力所協調的 各個民主派政黨 將會參選的 有大概300人 總的民主議席有452個 即是我們還欠幾多人 我們還欠百多人去參選 所以 希望有更多的 香港市民 支持民主自由的 準備好在 2019年 11月區議會選舉 所以我們要452個議席 都有民主派的候選人去參選 我得到規準的了 毛孟靖議員 立法會議員 他跟我說 他作為 我叫做 元老級的民主派人士 他是積極考慮著 在2019 11月的區議會選舉 是參選的 他其實正在準備 過一些休閒的日子 生活的了 不過呢 我去找他 說他 我們需要一些 元老出來 是 一齊 大家一齊去 為到19的選舉去打平 好不好 好 但最重要的其實是 民主運動 其實不只是參選 那班人 其實是 我們每一個市民 你的票是非常重要 我們在過去一次的 補選裏面 我們見到 民主派的支持者的投票率 是跌了很多 現在我們的挑戰就是 怎樣能夠在2019 12月的區議會 在2020的 7月 9月的 立法會選舉 我們能夠將那個投票率 推翻到去 局勢 好不好 這個是要靠每一個 市民 你的決定 我經常都這樣說 其實 你那一票 其實是一個投資 來的 你投資在一個 香港的民主的未來 可能這一票 未必產生到很大的作用 但是 你都不是虧很多 你都是用30分鐘去投票 這個投資 是值得做的 是 是 我們希望 市民 在2019的選舉 20的選舉 擁躍出來投票 是 用民主去反戰爭 是 是 我想 編緊我了 我要評論了 是 我記得 我記得 今幾 今幾曾經這樣說 今幾說 未來 會是怎樣 是好視乎 我們現在 做什麼 未來是怎樣 是視乎我們 現在做什麼 馬丁路德鑑也都這樣說 他說 唯有在黑夜裏面 我們才見到星星 在 過去那個禮拜 在未完全 根本是沒有想過 會承受這些 文革式的 批斗的情況下 的確 是 心情是 很沉重 但是今天來到 見到 大家在 我是 真是心裏面那種的 戀意是 真是 很大的 多虧 我們 慈人 可能 可能我會 沒有了我在大學 裡面 一旦是做了二十幾年 我是我很喜歡的工作 亦都可能,我和陳健民、朱牧師都要在監獄裏面,要度過一些日子 甚至乎,可能我自己的人身自由都有可能受到威脅 但是,但是,我一樣會繼續,無畏無懼 無畏無懼,無畏無懼,換著內與和平,用爭取民主去反專制 爭取民主反專制 多謝大家 大家現在應該知道,但是要停踩紅線,不是什麼港獨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就是他無論如何受到打壓,仍然都帶著希望,仍然都勇往直前 所以他就變成了一個紅線雞 我們都要一起做紅線雞,就是要帶著希望 香港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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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倆來怎樣打壓,我們都不要後退,好不好?好! 我真的,我相信在場的所有香港人和我一樣,都是很感恩 香港,有我們這麼有豐富的知識分子 香港還有這麼值得尊重的人 包括大教授,包括陳教授,包括陳老師 其實全部都是我們,真是非常感恩 到今天還會為香港人插著的人 我們一定是要去表達,對他們的思辭 接下來呢,我們是先請民主派的議員,上台 還有呢,請召集人莫乃光議員呢,是代表去發言,去講民主派的宣言 那我想呢,可能是有部分的議員是需要站在台下的 因為那台呢,就容納到十幾人而已 各位支持民主的朋友,你們好! 好! 蔡延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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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荷術自由 蔡荷術自由 蔡太耀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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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派的議員,我們盡我們所有的努力 我們在四月二號寫了一個聲明 我們現在就借一點時間讀出我們的聲明 當然這個不是最長的版本,不想換大家 不過最重要的,我希望也要多謝大家,是跟我們一齊撐言論自由,撐學術自由,撐大耀廷 好,我們這麼多位議員一齊讀出這個宣言,好嗎? 好,我們強烈反對任何形式的議員入罪,我們必定堅決捍衛言論和學術自由,包括當權者不中聽的言論,言論自由,支持基本人權,是民主社會的重要基石 我們促請社會各方尊重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堅守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立場 停止對學者以及其他人作出言論攻擊及打壓,我們亦在此呼籲所有院校站硬 秉定大學自主願語學術自由,支持學者不受干預定作學術討論 撐言論自由 撐好術自由 撐學術自由 撐大耀廷 撐大耀廷 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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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張照片就全都相信 但是戴耀廷說了幾分鐘的東西 有林鄭原來到港澳辦到中聯辦到黨部 到那幫左仔 就全部都相信 不過是相信他們自己的圖 個個好像被人中到降頭那樣 有張照片為證的你就不要相信 戴耀廷有持民有後理的就個個賞腦 他們要是瘋 要是喪 要是傻 公民黨支持港獨 從來都很清楚 但是這個今晚不是一個重點 今晚說的是言論自由 戴耀廷都分幾兩分鐘說的 是一個將來的假設 如果這些都被他們這樣打壓的 那以後我們不用有任何的創作 不用有任何學術的討論 那對啦 好像大陸這樣 只拍歷史劇咯 拍過去咯 是不是 還要是改了歷史啊 還要是一個人 打幾十個日本仔的歷史啊 我們現在要很清楚 這樣告訴對方 香港不是給他們搞文革的地方 香港不是給他們亂來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這麼多位 我們有責任告訴我們身邊的朋友 這次不是正因為他們大耀廷 而是他們現在越踩越迷啊 所以這麼多位 我們繼續撐住 撐住 撐住 好 下一位請黃碧雲 黃主黨 各位朋友 今天我們在這裡撐大耀廷 但是更加重要 是我們大家 全部都要站硬 因為我們真是看到 香港是面對危機 這個危機 就是香港越來越大陸化 什麼意思啊 有很多東西不能說 言論自由有禁區 學術自由有禁區 然後突然間又說 如果你說 打倒一黨專政 結束一黨專政 都是禁區 我們慢慢收緊 慢慢香港變成大陸 其實這個是違反基本法的 如果我們真是相信基本法 我們就要捍衛香港 令到香港和大陸不同 是什麼啊 撐言論自由 撐言論自由 撐學術自由 撐學術自由 但是最可惜 現在我們的政府 特區政府 中央政府 還有香港的土共 立法會裡面的建制派 曾先恐後 出來將香港變成大陸 是他們首先要違反基本法 我們要對這些行為 我們要予以嚴重的獻責 大家記不記得 《基本法》27條是這麼說的 它說香港居民有言論自由 《基本法》34條 香港居民有進行學術研究的自由 我們是不是忘記了這些 所以 大家一定要企硬 守護香港 如果 我們不能夠守住言論自由 不能夠守護我們的良心 講真說話 做我們想做的研究 香港就變成大陸 一國兩制就玩完了 香港也都淪陷 所以民主黨和大家一起 我們堅持下去 企硬 參與樂自由 企硬 參與樂自由 謝謝大家 接著是專業議政 趙家俊 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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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爺 香港人 香港人 挺得住 挺得住 剛才 大家聽到 Benny 在台上講話的時候 可能你和我都感覺到 雨傘運動的Benny 翻了來 當你 看著你周圍左右 看著這個 風景的時間 你會知道 我們的戰友 翻了來 所以 這個鼓 今天都會回來 有人說 Benny 踩到紅線 是嗎? 我覺得 是紅線踩到Benny 我覺得 是跟紅線 踩到香港 我覺得 他是借著Benny 踩香港的言論自由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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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是4月7日 54年前 1964年的4月4日 就是馬丁浩杜德金 被人行食死亡的日子 雖然他被人死了 但是他留下了很多東西給我們 我知道Benny 都很喜歡馬丁浩杜德金 其中一句說話 今天很合用 他說 最大的悲哀 不是敵人 不是惡人的惡然相向 而是好人 和我們朋友的過度沉默 今天我們出席 今天我們在這裡 就是告訴Benny 我們是他 我們是他的朋友 我們是他的戰友 我們是他的戰友 我們不會沉默 你踩到Benny 就是踩到我們香港的核心價值 就是踩到我們的底線 踩到我們的空線 我們一定跟你 抗爭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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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著是 議會陣線 抗爭到底 請台上的嘉賓 先來 因為台空間有限 來近來這個板塊 再撐了言論自由 我猜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 會一齊出席的 我們 抗爭兩分鐘內 有請 議會陣線的 各位 議會陣線六個成員 我們齊齊复會 撤沙要庭 拆大耀廷 公權者對大耀廷先誣蔑後批鬥 是百分之一百的文革手段 香港人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拒絕大陸化 拒絕大陸化 今天是4月7號 其實是言論自由日 29年前 1989年的4月7號 鄭南庸因為捍衛言論自由而自焚而死 我讀書的時候看鄭南庸先生的事件 好像看別人的故事 覺得離香港人很遠 但近年我覺得是離我們香港人非常之近 其實過去的日子在歷史上 有很多人付出了沉重代價 去捍衛言論自由 每一個都值得我們去支持 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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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撐到底 香港人 香港人 站眼上 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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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眼 去披衫 對大耀廷的打壓 是文革批頭 以言入在 上崗上線 今天就是紅線 明天又說踩底線 就好像我們台前面那些鎖鏈那樣 後日就要織一個網 將香港人一網打盡 所以我們今天站出來 撐大要定 撐大要定 撐言論自由 撐學術自由 撐香港人 撐香港人 好 多謝議會職見 這麼多位議員 都是好東西的 勞手超時而已 接下來還有一個 我們不叫辦法 一個組合的政團上台發現的 就是張超雄議員 和李卓人 就是工黨的 各位 剛才戴耀廷說 他最大的罪名就是給大家想像一個未來 這個未來將會是我們見到這麼大的國家不會再給一個黨去專政 建超人黨主政 建超人黨主政 這是我們所有人都渴望的 我們所有文明的開放的社會的成員 都是渴望我們的社會是有民主有自由 不會給一個黨去專政我們所有人的生活 是不是 建築一黨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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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經常都說紅線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我們這裡每個人 我們香港人 我們都有我們的紅線 紅線不是共產黨的主席 我們的紅線就是言論自由 確信自由 示威自由 所以今天我們在這裡就是捍衛我們這條紅線 誰踩我們這條紅線呢 中共 中共 但是最近呢 在電視裏面呢 經常都看到一個女人 這個女人怎樣呢 令我想起哪個女人呢 令我想起另一個更加壞的女人 大家猜一下那個更加壞的女人是誰 四人幫誰是最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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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慘 真是我想跟林鄭要我講 喂不要衰收被別江青啊 是不是啊 你是香港人 起了我們香港人的紅線 是不是 是 言論自由滿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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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撐大要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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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撐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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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謝大家不要關心 公黨的代表 在雨傘運動之後 主要名牧師除了年紀大之外 身體也出了一些問題 還有好幾次手術 所以在佔中之後 很多人都覺得牧師沉寂了 直到DQ案出來之後 我們好幾個人 牧師、我、鄭杰實教授 後來是陳書基等等 我們都忍不住走出來組成守護公義基金 為這些被DQ的議員去籌款 到現在大耀廷被人這樣無理攻擊 其實是想攻擊我們香港的言論自由 牧師就算身體多不好都忍不住了 所以現在我們請佔中三指 希望大教授、陳教授 謝謝各位,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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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出席的朋友 你們就是撐住言論自由的最大的一鼓力場 香港一直都會有五英的言論自由的 這幾年來被你土共、政府官員不斷以方言欺騙香港人 於是把真話譴責 假話就相信 原來我呢 就去西貢的東坡 有二十年的時間 我剛才開車進去 我會看到那些 擋風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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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波石 防波石 二十年來動都沒有動過 因為 很奇怪 有人告訴我們 防波石 是可以隨機放 會散的 所以 有人會相信 如果你有時間去看看 那裏已經變成了國家公園 六角石 但你看那些防波石 一塊搭一塊 一塊搭一塊 你怎麼搭都不動的 因為它是二十五噸 現在我們 動下動下的那些 是五噸的 所以 很快就動完了 其實 所以 各位 我們一定要抗拒方園 講真話 我知道我們一定要拆言論自由 學術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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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原本擁有的 我們能夠 被人 剝傷 今天 戴耀廷 講了句話 就說 政府官 最高的行政象官 譴責他 有沒有搞錯呀 要不就拘捕了他 有什麼理由 一個政府 譴責一個個人的 要不就拘捕了他 不過 他已經被拘捕了 我們要上庭了 不過 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 爭取言論自由 爭取言論自由 謝謝各位 好 剛才我 落了台下 和大家 一齊看著台上的 三位 我們的民主運動的領袖 我想大家的心 和我一樣 覺得既是敬佩 亦都覺得好心酸 他們將會 很有機會 為我們 要成為 在監獄裏面 度過一些人子的人 都是白白地為民主運動 犧牲 來到今天 縱使受到文革式的攻擊 大教授和兩位 都是一樣挺直腰板 為我們香港人 講真話 我們香港人 一定要尊重這三位 為我們貢獻良多的前輩 我們一定要 撐佔中三子 是不是 撐佔中三子 撐大教授 撐大教授 我都撐每一位 撐他們的香港人 我們香港人 一定要 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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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感謝各位的來臨 我們這一個集會 其實是民陣去統籌的 我們有請民陣的召集人 葉子顯上台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今年的民陣召集人 葉子顯 我每次來到這個地方 都會覺得 心很不舒服 因為每一次發生的每一個集會 就代表 我們好像將會 失去一些東西 一些本身我們應該有的東西 或者其他人 將會失去一些弄勢 在這裏 我自己經歷過很多不同的集會 有新界東北 有雨傘運動 有一地兩檢 亦都有意時規則 現在甚至是去到連一個學者 去講一些香港的未來前途 亦都被瘋狂攻擊 所以在這裏 其實我是覺得很不舒服 但是每一次 都希望能夠鼓起勇氣 用民陣這個平台 去幫大家來集會的朋友打氣 無論這個集會有多少人都好 都覺得 應該跟大家打打氣 因為 每一次來到這裏的朋友 就是我們未來 香港的一些反對力量 會繼續一直堅持下去的人 無論我們有多少見友 受到政治檢控 去坐牢 無論每一次在議會 我們被建制派壓倒勝 這樣他勝利了一些議題 甚至去到現在 大教授 被瘋狂攻擊 我們都依然站在這個地方 因為 我們不會放棄 每一個表達 這些我們應該應有的權利 的場合 的空間 來簡直是相信 每次的集會都會越來越多人 雖然現在可能回不回雨傘運動 但是 只要這個極權政府 一日依然倒台 依然一步一步進逼 我們相信 每次 每次都會越來越多人 直到 我們見到我們能夠自助我們的命運為止 所以大家 要頂住 撐下去 感謝大家 好 多謝葉志田的發言 我們也很感謝每一位年輕人 為香港的付出和犧牲 香港人不分背袋 都是支持香港 支持言論自由 我們接下來 是真的會請另外一些元老級的人士 去跟我們去解釋一下 解釋一下什麼呢 無端端說我們大教授的言論 違法 究竟違了什麼法呢 我們真是很需要法律界的人士 去跟我們講一下 究竟是誰違法 首先我們請李柱銘前議員 和法律界的選委代表譚俊傑 大家好 你們熟悉過戴耀廷教授 我只是叫他賓仔 因為幾十年前 他在放暑假的時候 做學生的時候 跟過我的 但他有個性格 跟大家分享一下 沒有很困難的 民主派的朋友 你試過任何一件事 說服他 改過原充沒有 試過沒有 沒有 但現在我們就是 需要這些困難的人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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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人家說他講獨 其實你反過來 就是獨講 就是只有一個人講 就算只有一個人講 他都講的 你不想說 你看看他在他坐牢的時候 他都講的 但是現在 現在 這個道具 你看看後面 人家願意鎖住他 是不是 他家人還在說 區議會選舉 立法會選舉 為什麼法師不鎖住他 最近 又說了一件事 叫做 藥波石 就是一塊塊石 做藥波石 藥波石 藥波石 要怎麼做的呢 大家要翹起來 這樣才有實力 像是鎖鏈一樣 手連手 這樣才有實力 所以我們面對將來 就是要藥波石 鎖鏈一樣 手連手 所以我請大家站起來 和旁邊的手連手 爭取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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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放棄 永不放棄 奔仔 我們撐你 撐你 好 好 好 chip 爭取民主 應該不要說23條加辣板,好不好? 好! 03年的板板已經夠辣了 我們從2002年的9月 一直抗爭到03年的7月 為了打低這條惡法 那個惡法已經夠辣了 不要再說加辣板,好不好? 這些是古董來的 是2003年的時候 50萬人上街為了抗拒這個23條惡法 請大家提高戒備 守護香港 守護香港 第二點要求 麻煩大家不要再用灰色的線 解開什麼叫做鼓吹 什麼叫做主張 什麼叫做發表 我們只需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言論自由 是基本人權 這個小策子 是說煽動混亂 你只需要經過一件事 我們當年已經說 言論自由 要入罪 只有一個情況 就是你鼓吹暴力 就是你鼓吹暴力 意圖煽動暴力 如果不是煽動暴力 就不可以以言入罪 大家記住 大家記住 不要給人分化 不需要說 不需要說你贊成 還是反對港獨 你有沒有鼓吹 有沒有主張 有沒有呼籲 你只要是言論自由 不是叫人暴力 你就沒有罪 各位朋友 兩點 我們已經足夠 我們手連著手 守護香港 香港人加油 十五年 我一日都沒有忘記到23條 就是轉角 請大家記住 守護香港 每一刻鐘 都不可以鬆懈 多謝 好 大家好 我是譚俊傑 我是一個法律界選官的大律師 剛才Margaret已經說得很清楚 就算無論是23條 還是現在我們有的案例 都是說 如果你沒有煽動暴力 其實 就不會犯法 戴耀廷 那時是說的 是反專制之後 究竟有什麼選項 所以根本 就沒有任何犯法的意圖 夠膽 林鄭理就抓他 還有 我上來 法丁叫他做賓仔 其實他也是我的同事 我告訴你 這段時間 譚耀宗 不停的大放缺詞 在那裡說 他只是搞風雲 只是搞佔中 他都不是搞學術的 我告訴你 我跟他教同一科 他都不知道多有心思 教學生 他無論搞佔中 搞風雲 卷 他都是說這麼多份的 我告訴你 我作為他同事 最清楚 他每一份卷 每一個學生 百多份卷 他每一份卷都會留言的 我可以告訴你 我都做不到 他教我這樣做 他每一份卷都會留言 給學生 教學生怎樣 所以 如果今次 港大 希望港大撐得住 希望港大可以撐住 學術自由 我們可以叫 撐大要領 撐大要領 撐學術自由 撐學術自由 謝謝大家 好 決起山運動後 北京怎麼看 這麼多年輕人 走上街頭 佔領主要道路七十九日的爭取民主 他說原因 他說香港那些知識的精英 在年輕人當中散播有害的思想 他們要求香港的教育當局 要進一步向北京問責 所以你看得到雨傘運動之後 港大陳文敏事件 以至到今天要對付戴耀廷 並不是個別事件 他知道要改變香港 他首先要在教育入手 要去打擊這一幫有良心的教員 我們做大學教授 做中學教師 小學教師 除了我們要教學生一些技術之外 其實我們最重要的 是培養學生 自由的思想 和獨立的人格 這些事件是最恐懼的事件 所以今天事局艱難 老師必須頂住 所以現在我們請教育界代表 教育會長鳳偉華 大家好 我跟Benny不是很熟 但是跟他一起選過選委 他是身體靈恆 真是去參與 去拿這些位置 企圖去影響社會 去發展 去改進 所以絕對是一個好人 他的言論 我不是經常同意的 但是他發表言論的自由 就必須要捍衛 這個是最基本的 我們想不想 我們下一代 我們所教的學生 將來要是 全身都紅線 沒話說得 沒話敢說呢 我們想不想 我們的學生 年輕的一代 活在謊言之中成長 絕對不想 所以我們要企駕 我們要撐戴耀婷 其實是撐言論自由 撐言論自由 撐學術自由 撐學術自由 所以我們會撐到底 撐到底 撐到底 除了中小學教師之外 我們這段日子 一路見到一班有良心的教授 組成了叫做學術自由學者聯盟 我們請聯盟的代表何之君 好 好 大家好 在這些集會裏面 我們 我跟下面的朋友說 經過了這麼多 慷慨激揚的發言之後 我希望大家不要覺得 我們的學者說話 是太過斯文 但是大家如果有留意到新聞 都應該知道 我們前天發了一個記者招待會 是支持Benny 支持學術自由 特別是大家 我們每一個市民 的言論自由 這次 不僅是戴言平的事件 雖然他是最受到壓力的 大家其實 我們每一個市民 都是受到這個紅線的威脅 威脅 是不是 所以我今天 在這裡見到大家 我們都知道 香港仍然有希望 因為大家都出來 昨天 林鄭 又是借題發揮 我看上去 她說的意識正經 根本就是 混淆是天 我聯盟想在這裡 再次提醒 香港政府 是需要落實 人權的公約 他們是需要落實 基本法 保障我們每一位市民的 言論自由 是 林鄭不但沒有這樣做 她竟然帶頭 用政府 帶頭 去打壓 一個市民的言論 我們是不是要求她 道歉 所以我們學者聯盟 是嚴正地要求 香港特區政府 立法會裡面的 所有 親中建制派 和國務院 港澳辦 曾經發出的 對 戴瑤婷教授 打壓的言論 是要收回 是 還有 我們要求她們 是向她 戴教授 公開道歉 好 好不好 好 大家一起喊 公開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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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要公開道歉是誰 林鄭 是誰 林鄭 林鄭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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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根本來到現在香港人 真是好像剛才很多位港姐所說 是一步一步的被人踩到胸口 條紅線一直一直收緊 我們是不可以接受這些東西 其實打壓的都未必是第一波 但是上一波的打壓是什麼呢 就是DQ我們的議員 是事後釋法 然後強加追索力 這樣三安八做 結果是令到我們民主派的力量 在議會上大大地去萎縮 香港人是不可以再接受這些無理的打壓 我們不要條紅線再後移 我們要為民主運動而堅持 有請DQ科議員 長毛 姚聰賢 阿聰 長毛 姚聰賢 阿聰師 安安 你要答說 壓迫甚麼可 梁耀忠沒有講過文禮 梁耀忠就說他不是學者 他有搞其他事情 你知不知這個意思是什麼 就是如果你要學術自由 你就沒有政治自由 學術自由就是在校園裏面 或者在研究學問時候的自由 這個是最低膽的自由 因為是少數人的自由 言論自由是更加高級的自由 就是所有人去表達的自由 這個言論自由在現代社會就是 逢是表達都是 但是現在 共產黨是要我們一個 一個一個自由沒有 站在我們旁邊的就先沒有政治自由 這個就是 眾志不可以選 這個是不是政治自由 當然是 眾志為何不可以選 他已經是剝奪了眾志 這個團體的政治自由 是不是 是 23條很快來 我太熟悉共產黨 他這次這樣做 是要令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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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令到香港人 同意他 為了防範所謂港獨 要有 第23條 這一場是硬仗 我們有多少 是吧 是 第二個就是 戴耀廷是搞風雲的 他是說了 這個 譚耀宗是說了 有風雲這件事 風雲識別 我告訴大家 我們要 不是守住我們的 自己應該有的 我們是要向前下 我們是要告訴 共產黨聽 再立23條 是會 有香港的 是不是 是 這個是重要的 他是想這樣做 今天我們 在這裏 去 去 這個 支持戴耀廷教授 是因為我們看到 共產黨是要一個 一個 一個的自由 拿走 我們內局的自由 跟著是 言論自由 跟著是 學術自由 我在這裏 和大家說 你以為 去 攻擊 戴耀廷 他就沒有運行 我現在和大家說 我們要 盡快 啟動 風雲計劃 好 我們要在 四百幾個的 區議會選舉 和共產黨對決 好 好 共產黨 你等著來 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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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耀廷 放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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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說 其實我 我說完這一分鐘 因為很重要 我和戴先生說 他是對著你 他是風雲 我和所有人說 今年暑假都未能搞到風雲 我們全部要收工 各位 放棄想 我們 要做一個全香港的 籌款運動 我們做全香港的 密息候選人的運動 我們是要做到 有幾多選舉 就和幾多國的保皇黨對決好不好 好 好 這個就是我們 給予最大的答案 好 謝謝 你好 職業 各位大家好 我是葉職業 謝謝 民革的來臨 大家千萬不要調以慶心 大家可以 開始 去重溫中國民革 的一段可報的歷史 民革呢 有五部曲的 首先會是由政府帶頭 去做抹黑 去做武漢 跟著就會出現 是傳媒和左派組織 瘋狂的攻擊 用扣帽子的方法 第三步就會是 推動群眾 去迫害 政敵 現在你看到 每一步每一步 在香港出現 第四步就會見到 就是 眾伴親離 生人密近 最後令到被迫害的人 抵受不住壓力 大家一定要小心 這一種的伎倆 中國共產黨是曾經 在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國家裏面 是造成嚴重的人命 無辜的傷亡 大家要看到 民革的來到香港 我們今天就是用 對抗民革 對抗民革 守禍 輿論 反敗為息 一定不可以被政府 用抹黑的手段得逞 我們守住 言論自由 大家心連心 不可以被大耀廷 教授一個人去承擔這個壓力 大家一起支持大耀廷 支持大耀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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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江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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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禮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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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敗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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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下面請我們民主派的選委 民主三百家 第一個是法政會司的代表 蔡傑 蔡傑 第二位 社工會運動代表 第三位 第三位 I-T Vision的 黃露華 第三位 社總 盧智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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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民主三百家 這麼多位成員 專業團體 都一起上台 在後面 一齊裝大我們的聲勢 包括法政會司的代表 精算 施政的 陳清全 支持這班民主派的專業運輸 民主進步會計師 黃熱星 Kerry Wall Kathy 李健行 放謝梁申雄 指言 施政足國關照 進步教師同文 陳志聰 進步教師同文 何年三 法政會司 和 色調 同行 Kathy 我們先請法政會司的蔡琦 跟我們說話 大家好 我今天來到這裡 見到這麼多人 我是很開心 因為之前其實的集會 未必有這麼多人 但是今次大家走出來 其實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我想告訴大家 其實之前可能會有人說 我們的希望是因為有這個政權去鎮壓了 令到我們大家都放棄了希望 但我想告訴大家 每一個人的希望 其實每一個人 你們都是在你們的心裏面的 只要大家不放棄希望的話 我們都會有機會反擊的 是嗎 是 其實剛才剛才都有一些法律界的前輩 他們都說了一些法律的事 我想補充一句 很多人說自由其實是有限制 但其實他們不斷重複的就是 會有這個國家安全的限制 但其實他們留了一件事要看的 就是 之前的一個subs section裡面 其實有提到 要尊重一個人的聲 一個名聲 他們有沒有尊重大教授的名聲 在今次的事件裡面 沒有 沒有的時候 我們會出來發聲 是不是 有 加油大家 大家好 我是社工普興運動的代表 Hanny 電影人 十年裡面有一句說話叫做 我們千萬不能掛 雖然今時今日的香港 方貿好像是正常的事 但是我們不可以習慣方貿 因為習慣方貿 香港就真的退無可退 今天我雖然是以社工和專團的身份發言 但不單止是跟業界說 我們想跟香港全香港的市民說 我們千萬不能掌握 今次絕對不是戴耀廷在挑戰中 中共的紅線 而是中共透過戴耀廷事件 去測試中香港人的紅線 中國作家葉綿波 在獲得 折黑世界民航一等賬裡面 有一句說話 最大的黑暗 是人們對黑暗的蜥蜴 最可怕的黑暗 是人們在黑暗裡面 對光明的冷漠和答案 所以我們今次是絕對不可以退的 退 大家好 今天看到人很開心的 這麼多人想起我第一次遊行 就是當年 昨天出賣人的 去一返23年遊行 那15年前那條底線就是 我們23年的底線就是 不可以用這個洩道暴力 15年之後很快就轉向過去 而我變成30歲的 而我亦都開始發聲 向後移 但後世估不到 香港言論制 竟然後來講一條發聲 我們香港人還可以忍下去 是 我們香港人發聲 是 好 大家好 我是社福界的選委 亦都是社總的會長 大耀廷曾經上來我們社總那裡 是商量過選委的投票策略 當晚呢 港獨兩次 提都沒有提過 但是我覺得我們在做的事情 就是和大教授 就是在說 怎樣令到 香港的民主面貌 的精神可以提高 這種擁抱民主 重視人權 關注 平等呢 絕對是社會工作 必須要有的基礎 後面我見到有社工的學生 我想告訴大家 如果今天我們保不住大教授 我們任何一個人都可以保不住 例如 我們社工呢 是經常都講 自決 我們社工的行業的工作守則 其中一點是講自決 但是 如果可以 由黑 講到白的 就是說 我們一班社工 都是 是搞港獨 是很無稽 是不是很荒謬的 所以 我在這裏 特別和 每一個市民 和 我們社工界的每一個同工 我們面對現在的香港的局面呢 我們要 提高警覺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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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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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嗎? 投票是每個人的公民 真是說得很新光年 好,就我們有支持戴耀廷的公民計劃 好了 香港人我們不用怕 我們現在只是守住我們現有的 守住那些 知爆就大家明白了 OK,時間關係 謝謝大家 祝香港好運 大家今天站到最邊的位置 很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 與於山運動之後 其實我都很沮喪 我看見這些打壓 一路一路加強 一路一路將香港變成大陸 但很感謝你們今晚走出來 你令到 起碼令到我 相信人的良知 相信香港還有希望 多謝你們 大家為大家鼓掌 感謝每一位出席的人 感謝每一位出席的人 但是見到在場滿滿的人 還有這麼多位曾經發言的嘉賓 我想大家都會明白一件事 就是共產黨為何要針對著大教授來打 我們見到 教授一個人 可以動員的 不單止是在場的各位 亦都有 撐民主的 民主三百家的力量 這麼多個專團 山後的社群 被DQ的議員 這麼多位立法會的議員 大家受一個人的動員能力 就促進團結我們 一起為封民計劃去努力 所以他們都要針對著我們的力量來打 我們優定更多是肯定 犯法發言的嘉賓 就是共產黨 我們要團結一致 對抗戰爭 我們大家盡量起 香港人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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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撐大要停 撐言論自由 撐學術自由 撐香港 各位 所有的嘉賓請你進去前面 還有台 這邊也有些空間 小燕 你現在做了一個動作 我們現在有一個 道具的時間 就是拍攝的時間 就是我們手上有一條鎖鏈 這條鎖鏈是代表 我們要繳促著我們的言論自由 學術自由 與人權的一條鎖鏈 我們要用這個鎖鏈 我們要用這個鎖鏈 所以我們解除束縛 就會將這一條鎖鏈 撐下去 代表香港人 不要被約束 我們要用言論自由 好,預備,一,二,三 團結一致,對抗專制 團結一致,對抗威權 團結一致,對抗威權 參與論自由,參與論自由 參與香港,參與香港 我要真普選 感謝各位,感謝香港人,謝謝 感謝各位,感謝各位今天的參與 我們今天的談會時間是節奏 但是香港的白煮運動只會更加重大 支持大家的各位,請大家繼續參與風雲計劃 繼續支持我們的民主環動 很感謝大家的出席 今天的集會只有令我們更加勇敢 更加團結,更加不容放棄地 為香港爭取民主 各位戰友,繼續努力,明明 參加教授 參與風自由 參與學術自由 我們更加困難 美國